大家好,我是KaZer 今天我們回來玩倉之騎士團 話說為什麼會突然開玩倉之騎士團回來玩呢? 倉之騎士團接下來跟EVA合作 沒理由不玩的 現在還沒開始,但我們開出來 跟大家去玩玩,因為這個遊戲好像沒介紹過給大家 合作應該是3月26號 好像在3月26號到4月1號 每天登入都會送10抽 到時無論如何都要抽幾支EVA 但EVA的東西,我們下支影片回來 到時候可以抽的時候,我們回來再跟大家說 這次我們先說一下這個遊戲 哇,你進來好漂亮 這隻真的好漂亮,這隻是用鎚的 這隻角色不錯 初次騎士團,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其實它就是圍繞著騎士團的內容 你可以抽到不同角色的騎士回來 去玩的 遊戲裡面,它的故事其實都算蠻豐富的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介紹一下,現在我玩到劇情去到哪裡 我現在玩到第3章 其實就是說 我啦,Case Jack 我現在的主角名 我是這個地方的領主騎士 然後我們現在是給這個教會 叫我們去幫忙去調查一下 這條村 這個佩特爾村 因為這條村好像被魔女詛咒 之後就有很多活屍 教會就想我們去幫忙 清掉活屍 裡面就去到這條村 我們就發現了有其他人 原來是這條村以前住的人 然後有個小妹會出現了 就教我們 原來是某一種花可以驅除這個活屍 這裡說 虎為亡者之雲的花 這裡選好友 你看到好友其實呢 在一個角色上面 除了UR和R的Grey分之外 它還有分幾種的 因為好像這隻有劍 紅色的一排 其實它是分幾種不同的攻擊方式 在這個遊戲裡面 好像這個紅色 它就是一個橫斬的劍 叫斬 另外一個就好像這個斧頭 就是一次過打四格 另外還有這個可以駕槍類型 就是刺 打一行直線 另外一隻 這些多數是法師 弓箭手那些 就是攻擊的時候 打後排 看看劇情 這個小妹 就是剛才我說的 在這條村 不知道為什麼發現了 這個小妹教我們 要用花來驅除 那些活屍 我非常感謝你們幫助我 不用放在心上 小姐 這個在這條村 又是撞到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是一條封鎖了的村 但是裡面撞到很多人 這個也是騎士的意 啊不是 這個是因為 附露露露的恩情 沒錯 就是因為你 附露露露才會遇到危險 多謝各位 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拿到藥草 其實這個女生 要進來這個封鎖的村 是要採藥草的 這裏的劇情 自己可以細心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看上去整個章節 好像在看小說 我覺得挺好看的 進來戰鬥這部分 跟大家講解一下戰鬥 大家看到戰鬥這部分 右上角 那裏有一條條 其實就是你順次序 最左手邊第一個出 如果我按這個角色 已經是CD完的角色 彈上去 吃中了那些必殺計量 回復加50% 或者是回血 他就會加你那條SP 或者是會回血 而右手邊你看到現在閃閃閃的 代表你這個角色 已經準備好 可以出招 如果我保持不按的話 就是對面 那些怪 保持在 撈CD 撈CD時間 然後就會跳上去 然後他就開始攻擊你 還會回血 現在看準 這些必殺計 可以出這些 可以回藏招技 必殺計量量滿了 好像這些Skills 拉他出來 然後就會排必殺計 必殺技 立刻出技 打的屬性的怪 就會攻擊力 然後這些必殺技 出不出得到 他死不死 出技 龍捲風 大概就是這樣 戰鬥 當然啦 你要看準 什麼時候是會上面 如果你踩中必殺技 或者是回復的話 就更加划算 就是這些 中間可以 其實被怪 放進去都可以 但有時候 你為了可以快點攻擊 你一次過全部都可以 對面的版面 那些怪 站到怎樣的時候 你出哪一隻 就會有點不同 就是 沒理由前面 只有一隻怪 你出招打橫打的話 就會虧了 但如果他一排直行都是怪 你出招槍打起來 就三隻都可以受到攻擊 這個就自己慢慢再玩的時候 你們可以再去領略一下 除了這個主線的劇情之外 如果你有些角色 打到回來的話 即是抽到某些角色的話 你繼續帶他出去升 他會慢慢開始開他的 騎士轉 即每一隻角色 你可以進去 再看他的 故事背景 是每一隻都有的 拿塔沙 你不如看 這個 Case店啊 Case店啊 吉雷克爾 你幹嘛這麼害怕啊 糟了 拿塔沙小姐被人綁架了 你說綁架 難道是教會做的 這個似乎不是這樣的樣子 你看看這個 這個是恐嚇信 我們看看 有些什麼 大新聞啊 拿塔沙被人綁架了 犯人是屋棍二人組 他們就在森林裡面 有一隻紅色頂的小屋 但是Case很窮 所以你絕對不能亂來 我覺得我不應該把這個角色名叫自己的名字 不管怎麼樣了 喜歡這個拿塔沙都一定不要支付這個贖金 拿塔沙會靠自己的力量來做什麼 所以不用擔心 雖然說我很窮 但是感覺 有點多管閒事啊 啊拿塔沙小姐 為什麼會這樣啊 雖然我不認同你的想法 不過這件事都會令人擔心的 我們就去找找他啦 不同的角色 就有他不同的故事背景 即可能原來你可能抽到某些角色 你就可以 玩回這個騎士轉那個 了解自己用那一隊的角色多一點 這些怪 對於我現在來說 絕對不難打 大家都是努力去看劇情而已 那麼輕鬆就殺了一些怪 他有些星數呢 即是這些王冠呢 大家留意一下 他有時候呢 會說 只可以用斬系列的敵的人啊 又或者是有時候呢 只可以 用三個人不含幫手 所以現在我用了四個 拿不齊 那些王冠 除了呢 剛才呢 給大家看過那個 有騎士轉啊 還有這個 主線劇情 你可以看那些劇情之外呢 當然啦 騎士團 那當然會加入一個騎士團 即是類似公會的那些 加入了之後呢 他每天呢有兩場 騎士團戰的 那我現在不適合時間打 介紹給大家看啦 那個戰鬥呢 看到沒有啦 賀衛騎士團戰 一天兩次三十分鐘的即時戰鬥 不斷變化的戰況 會有些人仔在這裡打 那另外呢 就是 跟這個成員 一起戰鬥贏 20人打20人 如果贏了的話呢 就是獲勝獲得這個 騎士徽章 那就可以拿來換東西的 還有大家留意 騎士團戰如果大家打的時候呢 剛才你出去就這樣打呢 你不是帶四隻角色的 騎士團戰可以帶十隻角色進去打的 所以呢 大家要 升多幾隻角色 另外這些就是 裸分 不同的東西 有些功能 可以逆轉性的功能牌 還有一些治療所 這些 有機會自己再進去玩一下 還有大家如果新玩這個遊戲的話呢 它這裡有些新人應援轉彈的 就是它會少一點 石就已經可以轉彈 還有 我留下了這個 姓黃石50個就可以自選URL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期待一下 到時 會不會這個自選URL 到時可不可以 選到EVA的角色 如果選到的話 抵留一下 我們期待一下 下次回來看看 我們會抽到什麼 EVA的角色 好 今天跟大家玩這個 倉之騎士團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的下載連結 下載這遊戲來玩 我們期待EVA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